哈囉大家好 我是娜娜 今天來一個新的企劃 叫做娜娜來到你家附近的水族館喔 佩佩水族館 那她是烏龜的飼養達人 新種會養什麼烏龜比較好 烏龜它會有人的情緒嗎 它會生氣 被烏龜咬到 要打雷才會放嗎 公母應該要怎麼分呢 大致上是這樣分 因為每個物種性特徵有時候不明顯 比如說今天一隻烏龜 它最大是15公分 但你有可能在8、9公分 你就可以看得出它的性別 但是你今天如果這隻烏龜長大是60公分 70公分 那你就有可能到20、30公分 會比較清楚它的性別判斷 那再來性別的判斷就是 你從尾巴去確認它的粗細 那粗的就是公的 細的就是母的 或者是腹夾有沒有凹陷 或平的 平的就是母的 凹的就是公的 那有可能我買到一整缸都是公的 一整缸都是母的這樣嗎 有可能 因為水龜來說大多數的烏龜 都是用溫度去確定性別 氛化的那個溫度 那關於烏龜繁殖這方面有沒有一些小 paper 可以交給我們一下 基本上你要先確定你的烏龜的性別 那如果你確定之後 你就要確定它多久性成熟 因為每個物種的性成熟時間不一樣 那你不確定你的烏龜是什麼時候下單 你其實可以去查一下說 台灣一樣有養這個物種的人 他們都幾月下單 有季節性對不對 對他們是季節性下單 但是北中南平東 因為台灣氣候分布比較廣 有可能都會有落差 再來就是他們在交配的時候 公龜會游到母龜的後面 會想要環保 想要交配 那如果有這個行為就是 你的烏龜現在公龜有性成熟 母龜不一定有熟 像我們養的大華狀烏龜 公龜大概就兩年才會性成熟 那母龜要五年 今天如果把他們放在一起 公龜性成熟了 但是母龜不要 它就如果又被你關在比較小的空間 它就有可能會回頭去咬烏龜 公龜如果那個時候公龜的陰莖又有出來的話 它就有可能把它陰莖咬受傷 因為它如果咬受傷 它翻黑就是要敗血了 你今天如果沒有把它剪掉 沒有把它截肢的話 第五隻 它就會死掉 但是它這輩子就沒辦法死 那如果烏龜啊 它已經有孵蛋 或是說它有生產的狀況 我們一般要怎麼判斷 還是怎麼去照顧 因為蛋有分有受精和沒有受精 它的蛋啊會偏白 但是這一顆它偏黃 那這顆就是沒有受精的蛋 裡面就沒有血絲 這顆就是有受精的蛋 清楚的可以看到它有血管這裡面 它會有精斑 然後氣勢 都會慢慢形成 再來就會有血絲 越來越多它就會開始有陰影處 像這個是24號的蛋 像這個就是13號的蛋 你就可以看得出它的陰影處變得比較多 已經有小烏龜在裡面 最後就會破殼就會出來 你在孵化的時候 今天如果物種是需要 比較好的穩定的溫度在孵的話 你就直接賣孵蛋機 如果你覺得它是巴西龜那種很好孵的 一般室溫孵就可以了 你就準備一個盒子保鮮盒 然後你就準備原液用的那種製食和珍珠食 你就那種把它洗乾淨 然後把它鋪在下面 然後把蛋放上去 寫個日期做個記號 做記號的原因是因為 蝦蟲類的蛋它不能隨意的翻動 不然它有可能會死掉 那你今天做記號就是 萬一你未來空間比較乾 這樣比較乾的話 你的烏龜的蛋就會直接變空心 就是感覺裡面沒有蛋液 沒有蛋黃 過濕的話 你的蛋地不接適食珍珠食的地方 它會裂掉 裂掉蛋汁就流出來 你在孵的過程當中 你就是要判斷你的物種 然後它孵蛋的濕度 多濕 因為每個物種不一樣 像北美的烏龜 像香龜類 它們就可以比較濕 那它有就是說 我做個日期 它有可能兩個禮拜才生出來嗎 還是說它的周期大概是多長 有一些物種啊 它有可能要孵個120天 120天啊 然後有的物種是孵60天 有個80、90 跟你的溫度也有關係 養那個盒子我每天都要去開嗎 每天都要把他夾水 大概7天8去確認一次 那如果你孵的比較有經驗 你就不用那麼長去開它 開它還是會有濕度流失 風險 溫度的落差 但是一般你孵的物種也不會那麼難 我們比較常見的那一些 台灣龜巴西龜 那個室溫孵就可以 那它一般一胎那個母龜啊 它生下來是大概幾顆 最好判斷的就是 越大型的烏龜 對 它產蛋量會比較大 然後越小隻的烏龜 產蛋量比較少 一般常見的可能就新典龜好了 現龜一次大概是一顆到四顆蛋 然後像果核龜一次大概也就是 最多應該我自己孵最多是五顆 蛋量是不固定的 然後每個物種的蛋量也不一樣 像我們的鑽文龜 它一次生就是八顆 但是國外的文獻也是寫 它可以一到十五顆 所以這有的時候是跟你 平時怎麼養 還有你這隻烏龜的年紀 第一產會比較少 第二產第三產 會每個物種不一樣 它這樣生那個蛋啊 一個小時會生完 還是有可能生到三天三夜 我怎麼判斷它 三天兩夜 是它三天兩夜才生得完 沒有不一定 比如說你以往都是五月生完蛋 那為什麼今年六月都沒有反應 你就抓這隻烏龜去照射光 有可能都在肚子裡面 對有可能它沒產下 那沒產下的原因其實也蠻多的 有可能有環境啊 沙圖啊 戒指不是它能接受的 那種戒指 它就選擇不把它生下來 或者是它覺得你的 布置的那個暗上 看起來太危險 它不會去上岸下它的保障 它還是有它的天性 你要自己去判斷沒有一定 但是它只要超出你以往的經驗 那就建議你直接帶去給獸醫 去確認 因為你的蛋有可能就是壞在裡面 它如果沒有排乾淨的話 它也會死掉 對它就會感染死掉 那所以你就要負腔手術把它開個洞 把蛋拿出 或者是把它正順 那要看獸醫的判斷 那我有那個朋友養的烏龜啊 他自己會吃自己的蛋 這個其實說法蠻多的 我自己的經驗是 他應該知道這顆蛋沒有受精 他才去把它吃掉 補充它自己的養分 那但是有受精的蛋 我目前是沒有遇到 它會把它吃掉 烏龜啊 它剛孵化的時候啊 它是要吃什麼 因為烏龜媽媽沒有奶給它喝啊 它一出生就有消化系統可以去吃嘛 一出生的時候 它消化系統需要時間建立 烏龜它的腹部那邊有一顆軟 然後它會吸收 所以它剛出生的時候是不用吃東西的 大概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 過了之後 你可以先從小隻的乾燥的那種蝦子開始餵 那如果會吃了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選烏龜顆粒飼料 去給它吃 那烏龜啊 它這次大概大概要多久 它會脫一次殼 但是每一個物種 它到換殼時間點不一樣 像以撞文龜 台灣比較多人講撞文 那撞文大概就是三年換殼 我的經驗是每年大概會換一次 換殼的話 它就像是 它的背甲上會有一片的那種東西 可以把它撕下來 但是我一般不建議客人去撕它 你就等它自然脫落 那也有一個可能是 如果小的時候 它沒有到三年 換殼的話 它很有可能就是你的水質不好 它需要代謝它背甲 它就會想要把上面那個甲殼換掉 腹甲的部分 腹甲也會脫落 一片一片脫嗎 一片一片脫 那像烏龜 它的清潔方面也要怎麼做 它的龜殼需要刷嗎 每個人水準不一樣 你如果對你的龜殼很講究 你喜歡看它的紋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建議你就是每個禮拜 可以刷龜殼 然後塗龜有去保養它的殼 龜有是什麼 龜有它是用油塗上去之後 它可以跟那個水去隔絕 然後水中的一些細菌 就不會進去它的殼裡面 這樣的話也可以避免那個角質化 角質化就是它上面會有一個 霧霧 咖啡色的那種 也比較能避免爛甲 爛甲的話就是 通常邏輯上都會爛在 生長紋的地方 因為生長紋它是新生的嫩甲 那你今天如果環境不對的話 或者是有尖銳物 或者是你當初買回來小的時候 它本身那個生長紋就已經有傷口 它在長時間泡在水裡 那個地方就會開始爛甲 那怎麼辦 爛甲一般就是接帶去給瘦醫師 因為爛甲 你要看它爛的深度 大多數都是直接輕創 就連類似你今天一個人 撞槍 你要把它蛋拿出來 然後把傷口清乾淨 然後把它封起來 然後吃抗生素打抗生素 那你今天如果子彈還在身體裡面 你沒有把它拿出來 你瘋狂給它抗生素 給它吃 傷口也不會好 也不會好 這一集的娜娜來到你家 推進的腿足管已經結束囉 如果有什麼推進的腿足管 要推薦給娜娜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最後別忘了 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娜娜 下次見 掰掰 掰掰